hello 欢迎学习爬虫个人 那么上一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全国各地每个城市 它的那个最低气温把它给爬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将啊这个这些气温啊 爬出出来的这些数据啊 把它给进行可视化下 把什么呢 前面排名前十的它的那个最低气温啊 把它给呃显示出来 所以用一个表的形式把它给显示出来 这个可视化的话虽然会比较简单 但是的话比较有意思啊 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大家一个学习的一个兴趣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啊 然后现在我们是已经在这个地方 已经把呃城市把它给拿到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去把呃前面十个最最那个什么呢 最呃最冷的那个城市把它给提出来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些城市的那些数据 把它给存储下来吧 对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就定一个全局变量啊 那么以后你爬局到的一个城市 以及它的那个最低气温的数据 就把它给存储下来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下面我再来去分析 那的话做一个这样的图 再根据这个数据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方法啊 第一个呃边量啊 就叫一个全局变量 就叫哦 DAT 等于这个一个空的列表啊 一个空的列表 因为每一个城市的话 它就是一项啊 就放到我们的这个列表当中 好吧 好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列表啊 把这个列表 可能叫c啊 放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audit当中啊 哎 把这个扔进去啊 扔进去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在下面再去那个什么呢 我们在下面哈 再去呃 做那个相关的数据哈 首先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啊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那个啊 分析啊 分析数据啊 我分析数据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要提取到前面十个最冷的那个城市 那么这次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使用这个什么呢 根据这个最低气温来进行这个排序啊 对 那么这次的话我们就首先要给它进行排序啊 根据啊 最低气温进行排序啊 根据最低气温进行排序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最低气温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跟大家演一下啊 啊 或是我们先先来跟大家看下这个结果 再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种方式不行啊 好 那么我们这段话可以调这种方式去变呃 去那个排序啊 那么就是audit 然后他有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做sword啊 这个sword方法的话 是我们这个列表里面的这个一个sword方法啊 这个sword方法 你可以给它指定这个排序的那个方式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audit当中 它是不是存足的是一个个字典啊 对 它存足的就是一个个字典啊 在我们的这个audit当中 其实相对是等待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列表 然后在这个列表当中是一个个字典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那个城市啊 然后这个是那个比如说北京啊 然后是那个 然后是那个mintmp对吧 最低气温啊 比如说是那个呃30度啊 不是不是30度没这么刚好啊 负负9负8度啊 那么的话这个呃 接下来可能加低负日本啊 然后的话这里边啊 呃 比如说下面的话是那个啊天津对吧 听进啊 听进啊 然后这边也是负败的啊 那么现在的话就相似是在我们这个audit当中 它有它是一个这样的列表 然后在这个列表当中 它是装的是每一个字典对吧 装的是每一个字典 那么在我们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呃呃 写这个排序的 那么我们写这个排序的时候 因为这个里面装的是字典 我们是不是不好 根据哪一个东西进去排下 对 这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在这个里面 给他传递一个呃 传递一个匿名函数啊 或者是传递一个nab的表达式 或者是传递一个函数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给他一个参数啊 叫做key 这个key的话你就可以给他指定说 你这个呃 你这个排序是跟着哪个东西来进去排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是不是根据这个字典当中的这个mint 最小的这个温度来给他进去排下 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怎么去取到一个字典当中 他的那个mintem位这个东西排序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这样的nab的表达式啊 就是lambda 或者我们先写个行数吧 这样的话大家就理解起来会比较方便的啊 bf叫做什么呢 sortp啊sort啊t 然后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我这个行数的话是要给他用的啊 是要是要给他用的 那么给他给他这个sort的行数用的时候 他会什么呢 他会将他的他在排序的时候 会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啊 会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啊 会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 传给这个函数 传给这个函数啊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得到这个什么呢 可以得到这个 比如说叫做 data啊 叫做data啊 这时候的话这个data就是你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 这个里面的每一项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字典啊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要根据什么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最低气温来排序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返回什么呢 啊 我们就来 我们就首先获取到这个最低气温啊 然后的话是通过这个data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mintmp啊 来来进行排序啊 那么接下来你取到这个东西以后 再把这个什么呢 再被这个mintmp把它给返回回去啊 这样的话 他就会根据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值来进行排序 明白是吧 就会根据你里面这个值来进行排序啊 好 那么我因为我们新的哈 已经把这个data已经改成这个测试的这个数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测试数据来走一下 好吧 这里面我随便改一个零啊 或是一个零啊 可能加索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他啊 看下排完序以后这个data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data啊 这样吧 我就先把这个东西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地方来来执行 我就不用每次去加整个数据 才去走这个测试代码了 我就直接在这边让大家看下这个测试代码啊 好保存一下可能的加来一下啊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把这个旭顺序把它给排下来了 对 这个最低气温的话 他复八度不是排在前面啊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有个问题啊 有个问题 现在我们这个复八度的话 你看到没有 他是不是一个自装啊 啊 一个自装 自装的方式进去排序的话 他可能只是偶然条件 将这个复八放到前面 其实我们进去排序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将这个东西把它给转换成一个整形 明白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应该给个零啊 只要这个地方应该给个复八才对啊 复八才对啊 可能加索 可能加来一下 这样的话他才是一个真正的进行排序的 明白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啊 这个是那个 呃 时间吗 给一个随便给一个啊 然后比如说他的那个是负十度啊 给个 好 再来走一下啊 这的话是不是他是不是就把这个负十排在最前面了 他是排序的话 默认默认排序啊 排序他的这个数据的话是从大大小的啊 就是说从小到大的啊 从小到大的 默认就是从小到大 那么就是负十负八到零啊 这样排序的啊 呃 然后他这里面好我还是我还是跟大家讲的吧 就是这个他地方排序啊 他会跟进你如果传这个是一个行数 他就会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啊 传给这个行数 所有的话这个时候的这个data 就是你里面的这每一项啊 然后你在根据哪个地方排序呢 根据这个命啊 根据这个最最低温度来排序 那么的话你就把这个最低温度把它给取出单 然后把他给访问回去 明白是吧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python当中啊 就说这种这种函数啊 这种函数的话 是不是只有在这个造的函数当中只用到一次啊 对 只用到一次啊 那么如果你这个函数只用到一次 你这里面还要定义一个函数的话 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这个python 他就提供了一个叫做匿名函数啊 叫做那么的表达式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匿名函数当中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这样去写啊 你就直接可以写那个那么的表达式啊 那么那么的表达式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对吧 就是lmbda啊 只要这里面的话 他会传一个指进去 比如说叫做data啊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你就要取啊 这个data的话哈 就是这个列表当中没像也就是个字典 那么我们要将这个字典当中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命啊 最低温度来排序对吧 那么我就data要是mtmp 这样的话就可以取到这个呃 最低气温啊 这个列表当中的那个最低气温 使用这个最低气温来进行排序啊 你猫号后面给的这个东西的话 他就会将这个值把它给返回回去 明白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话也是可以 但是这种写法的话 是不是比刚刚那种方式简单的多 简洁的多啊 对这种方式的话就是直接这个地方写就可以了啊 写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的话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算法啊 这个算法啊 好 好那么接下来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啊实际项目当中啊 再回到这个实际项目当中啊 这次的话我们就啊 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删掉了啊 把这些东西把它给删掉 然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要去写定什么呢 就写个那么的表格是写个mvd 然后是data啊 然后是取这个什么呢 data里面的这个最低气温 还蛮tmp对吧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哈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最低气温这里面这个东西哈 他获取到的其实一个其实是一个自负上啊 其实一个自负上 好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右键来执行一下啊 好走 我就直接关掉 我就不让他走了 看到没有他反复了这个负乱的话 负乱的话是不是一个自负上啊 你自负上让自负上的方式进行排序的话啊 他这个排序的那个呃效果呢 那个那个排序排序的那个结果的话就会有问题的啊 说完之后我们就应该要讲什么呢 将这个最低气温把它给变成一个什么呢 把它给变成一个啊整形对吧 那么我这边就是硬成啊 好好 这里面也也把它给变一下啊 这是打印的啊 就是打印的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排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吧 那再来 然后的话 呃来呃这个地方的话 呃我们就 我们就不这样啊 我们就在每次便利证在每次获取的时候我就不打印 我就让他把所有的东西把它给打出来以后 并且已经排序排完序以后 我再把它给进行统一来印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走一下啊 呃这的话可能要等的比较久的吧 因为之前是爬的一个程式就打印出来 爬的一个程式就打印出来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要把所有程式的全部的把它 给排出来 并且 并且那个什么呢 排完序我才把它给打印出来 对吧 所有的话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啊 呃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呢 最低气温是大型安宁是33度对吧 啊 呼伦贝尔的话 最啊 他的最低气温是-32度啊 接下来就是-30 然后的话是-28-27-25-24 然后是-22-21啊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这个气温其实就已经排序过来了 对 已经排序过来了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排序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排序工作已经完成了啊 好 排序工作已经完成了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是只需要获取前面啊 现在我们只要去取到前面10个最冷的那个程式 那么的话我们对这个列表我们不需要所有的数据 我们就取前面10个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data就用第一个data就取前面10个啊 取前面10个的话就给个0 然后给个10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前面10个数据 把前面10个程式把它给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接下来的话我就把 我就把我就把这个数据放到我们那个呃 可视化当中去列出来啊 可视化当中把它给长出来 那么用的这个可视化的话 我们这地方需要用到一个库叫做什么呢 叫做pyecarts啊 那么这个库的话用起来也是非常简洁 非常简洁啊 首先的话你当然也要去安装一下 好吧 安装一下啊 安装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派普install啊 pyecarts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安装好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安装好了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是已经安装好了啊 我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到没有 这个pyecharts啊 这个库的话我就已经安装好了啊 那么同学们没有安装的话 可以自己先安装一下啊 安装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再把它给呃 把我再导入一些相关的模块 我这个地方是要用的啊 那么就是pyecarts input一下这个什么呢啊 啊啊啊啊 吧的话代表它是那个柱状图啊 代表它是那个柱状图啊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 就来定义好一个站的吧 就来定义好一个站的吧 对象啊 那么就是cart cart 是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吧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这个啊 这个地方的话给他取个名字啊 就这个图 他的名字啊 这个地方就叫做中国啊 这个天气啊 最低气温排行板啊 排行板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刹刹的这个东西的话 他就可以去添加那个添加些带的直进去啊 添加些带的直进去啊 嗯 这样吧 我这个的话就直接跟大家找到这个pychart 他里面的这个教教程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就是github 然后到github上面去找一下啊 这是那个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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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串死啊 py一串死 然后就是这个啊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他有一个文的啊 有个这个 有个这个那个教程啊 有这个教程啊 然后比如说这个地方点一下啊 选择这个什么的柱状图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柱状图啊 这个柱状图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edit 点击这个edit 他就会写出啊 他这个里面所有图的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那个啊 我我这样吧 我就把这个地方可能叫c复这份 拿到这边来啊 点击这个edit啊 他就会把这个页面当中 所有的这些图形 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那个原案代码把它给写出来啊 那么这些原案代码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啊 现在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是这种柱状图啊 要做的是这种直方柱状图 就是这种直方柱状图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这个直方柱状图是怎么做的啊 这个 嗯 直方柱状图呢 这是瀑布图 直方图啊 直方图是在这里是吧 直方都在这里啊 他这边去取个名字啊 然后这个的话是给图的一些这样的样式啊 这个我们暂时先不用管吧 嗯 然后的话呃 这个地方的话 他是就是添加数据进去啊 添加数据进去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数据的名字 那么我们不需要啊 就这个给他一六个空的字上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第二个参数代表的是横坐标 他的那个数据啊 横坐标这个数据是他什么呢 他这个地方是那个衬衫羊毛衫 雪方衫裤子这些东西啊 那么就是这个衬衫羊毛衫雪方衫 然后他这地方因为他想把这个数据列的比较多 所以的话他这地方就给这个列表给他乘一二 所以的话他这地方就会出现两次哈 两个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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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裤子 两个高跟鞋 这些东西对吧 那么我们这些的话啊 就要给他提供一个什么呢 给他提供一个横坐标的一个东西 横坐标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横坐标这个东西的话 是不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啊 对这个城市的名字啊 那么这个城市的名字在哪里呢 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data当中啊 啊啊在我们这个data当中的话 他是一个列表 对他这个列表啊 他现在这个data是一个这样的列表啊 这个tata这个列表的话 其实就相当是这种列表是一样的啊 就是这种列表比如说是-33度啊 -32度对吧 然后是-30度啊 他是一个这样的列表啊 他是一个这样的列表 那么我们现在要从啊 啊要从这个列表当中啊 这个是data啊 现在我们要从这个列表当中 我们要从这个列表当中 取出前面所有的这些城市的名字 那么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时候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便利这个列表 然后再从这个列表当中 把所有的那个啊 把这个字顶当中 这个c底对应的这个值把它给取出来啊 对 那么我们这地方首先先定义好一个叫做c c t c t s 等一个空的列表啊 等一个空的列表啊 空的列表 接下来我便利一下啊 c t 因什么c t 死啊 然后我这地方的话啊 不是啊 因c的因什么呢 或那个啊 值啊 因这个什么呢 你们这个 data啊 这个在这个data当中 然后这次的话我 或是我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 就是那个 嗯 c t t e m p 好吧 然后我再从这个里面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把它给取到 对吧 那么就是c t 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c t time 啊 然后是得到这个什么呢 c t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把它给取出来 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取出来 要再添加到我们这个列表当中 那是c t s的 data配的啊 把这个c t添加进去 把添加进去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城市 也呃 城市的名字强度把它给提出来 对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比较复杂啊 你还得写这么多代码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拍手当中 他有一个这样的方法啊 一个这样的方法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做map 这个map这个方法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对吧 就是这个map方法的话啊 他会去执行你这个 他会去辨令你这个列表 然后将你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 把它给传到你第一个啊 仓数当中啊 第一个仓数当中 他第一个仓数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function 第二个仓数的话是那个data 就是你这个列表 那么我们 第二个仓数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 data这个列表对 啊 然后第一个仓数就是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 我们也是跟大家之前 这个地方一样啊 也是实用的是这个namb代表的式啊 那么这个namb代表的式 我们就这样就写mbda mbda啊 他会这个map行数啊 他会去辨令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 然后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 传给我们这个namb代表的式 而且我们跟大家讲过对吧 这个namb代表的式 但是他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列表 他就是啊 不是一个列表啊 他就是本质上就是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就来揭示一下那个仓数啊 那么这个仓数 我给他就要做什么呢 就是x随便给个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要去取到这个x当中啊 这个x的话代表这个x现在进来的是不是一个字典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字典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要取到是什么呢 要取到这个字典当中的这个c体啊 那么就是x然后给这个啊就是c体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data当中所有的c体 全部都反把它给反过去了啊 那么这个我就用一个辨论来接收一下啊 就是c体词啊c i t i e s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获取那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啊这个就不要了啊 这个就不要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最低气温对吧 那么就是m 就是气温都把dmps啊的这个map 的这个map 然后是这个m那么的啊x 然后是x里面的这个什么呢最低气温 好对的啊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什么呢 所有的城市把它给获取来 然后所有的温度也把它给获取出来了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还有一点 需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啊 我虽然现在已经把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温度把它给区分开来了 但是他们的那个什么呢 如果他们的那个值啊还是排序的对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温度是负33度啊 是你这个负温度是呃 你这个d0下那个温度是负33度 那么他这个d0下这个sities对应的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对吧 说的话他们的那个下标啊 他们那个下标其实还是一一应对的 对吧就是呃sities这个呃 0下标下面那个城市 那个北京肯定是对应的那个温度啊 那个温度肯定是tebris里面下标为0的那个那个值对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把它给映射起来的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给添加到我们的这个tad那种啊 那么就是tad然后是那个.add啊 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啊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名字我们就不需要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横坐标 他们就是cd次 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纵坐标啊 就是纵坐标上面的那个呃温度 那么就是tmps对吧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还看一下啊 下面这些的话我们就算是先不写的啊 算是先不写的啊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就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接下来的话他会返回一个啊 他会返回一个呃 不是反过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写了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接下来再用这个tad点rend啊 brand的话就可以渲染啊 他就会渲染一个站的一个站的文件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需要给他指定一个pass 需要给他指定一个路径 那么我们就让他渲染到我们的这个本地叫做什么的 叫做那个pmp啊 pmp e r a t u r e temperature 给sml温度啊 应该是这样的吧 可能加什么东西啊 可能加来运一下 呃这样的话我们来等一下啊 啊不行不行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测试数据把它给删掉了 好这个cd4也不需要了啊 好来等一下啊 因为这个sml 我来不可能速度没那么快啊 所有的话这个地方就告诉大家一个啊 一个选择啊 就是说如果你在你要爬起那个目标网站 它是一个比较正规的网站啊 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啊 lxml 因为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那么如果你爬起的这个网站 它是一个啊不正规的里面有些代表是乱七八糟的对吧 那么这时候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个sml 5lab来实现啊 这个地方是出问题的是吧 啊啊 我们这个地方哈 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map他反过来的不是一个列表啊 这个map他反过来的是一个map对象啊 你看到没有 他说对象这个啊 type是代表的是类型 就是map这个类型 它没有laste啊 类子啊 好 那么我们就将这个map把它给转换成一个列表 好吧 我们就list好 稍微等一下啊 好完成了啊 这个地方完成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地方打开 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叫做temperature the estimate 文件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收音explorer啊 来展开一下 然后把双击来打开一下啊 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中国最低气温天气排码吧 是不是就出来了 最低气温是那个负三十三度是这个大型管理的 对不对啊 接下来的话就前面实名就已经被他们排去排 排出来了啊 并且做了这个数据可视换啊 这的话虽然比较简单一下 虽然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的话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对吧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然后的话这个什么呢 这个pye trust这个酷的话 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比较方便啊 同学们感兴趣可以继续学一下对吧 好那么我们这几个啊 这个天气玩滑中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啊 感谢大家